特朗普下令击殺蘇萊曼尼 多米諾骨牌倒下 戰爭是否一觸即發 您會說現在已經進入到了 戰爭一觸即發的階段嗎 您會說是否一觸即發 我們所有人都在戰爭 我們為了戰爭的盡力 封印對話專訪伊朗武裝力量 總參謀長穆罕默德巴蓋里 伊拉克時任總理 阿迪勒·阿布杜勒·麥赫迪 當地時間11月27日下午 59歲的伊朗國防部研究 和創新機構負責人 首席核科學家穆赫森·法赫里扎德 在首都德黑蘭被暗殺 法赫里扎德是伊朗頂尖核科學家 1979年加入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 被譽為指揮伊朗核發展計劃的大能 早在2015年國際原子能機構 對伊朗核計劃進行最終評估時 他就是唯一被點名的伊朗科學家 伊朗外長扎里夫稱 這是國家恐怖主義行為 並在社交網站上發聲 其中一條用中文寫道 恐怖分子暗殺了又一名 伊朗傑出科學家 懦弱的暗殺 是對國際法和國際規則的公然挑戰 是對人道和道德原則的踐踏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 隨後發表聲明敦促各方保持克制 避免採取任何可能導致 該地區緊張局勢升級的行動 時間回到今年1月份 美國對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指揮官 卡西姆蘇萊曼尼將軍實行定點清除 地點在伊拉克首都巴格達國際機場 美國國防部在聲明中 將它描述為美軍為保護 美國駐外人員採取的關鍵防衛行動 因為早在2019年 美國就單方面將伊朗的伊斯蘭革命衛隊 列為了恐怖組織 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顧名思義 其主要任務是保衛伊朗伊斯蘭革命的果實 伊朗武裝力量總參謀長穆罕默德巴蓋里 是軍中第一人 同時也是伊朗共和國軍的最高指揮官 2019年9月曾獨家做客《風雲對話》 在今年早前 美國就宣佈認定伊斯蘭革命衛隊 為恐怖組織 那當然伊朗方面是給出了官方的回應 那我現在想問的是 您作為伊斯蘭革命衛隊的最高指揮官 在剛剛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 是怎樣的心情呢 我感到疲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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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原因是从这种惊喜和惊喜的 他们的优惠 有很多优惠的优惠 让他们的优惠 现在一种最重要的优惠 就是这种反应的沙发和亚洲 在这种反应和反应的 美国总统的主席 在美国的基礎文化 美国的基礎文化 也发生了美国的基礎文化 也发生了美国的基礎文化 也发生了 也发生了其他人 也发生了其他人 其他人的专门 在战争的世界上 和其他地方也发生了 在美国的基礎文化 也发生了这些 双巴斯多人 和其他人的独特席 在美国的基礎文化 在美国的基礎文化 也发生了 在美国的基礎文化 大陆都发生了 弃牌了 大陆都发生了 美国的基礎文化 也发生了 如果官方在美国的基礎文化 他們會保護這些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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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美國的感受 我們最近看到伊朗 在修理亞和伊拉克 和大西亞 現在伊朗在伊末 在這陣子裡 你會選擇 以Or什麼 伊斯蘭革命對 rue的呢 還是共和國軍的呢 在修理亞和伊拉克 和伊朗在伊朗 在修理亞和諸西亞 在修理亞和蘇聯國 他們會忍心地 在修理亞斯項 他們會在修理亞幣 他們會在修理亞 那為這三個原因 他們開始 他們會向盡力 提antis 有同時 而且亦领助和邦吸亂 可以加班的核心 咱们,左翼ります 西期的路边索 在过艺哨��는街上 去路上海贸 然从海防 鲜兵人们的状态和状态和人们的状态和状态 并没有使用到他们的状态和状态 甚至我们有时期间的状态和状态 或者世界的状态和状态和状态 所以我们的状态和状态是状态的状态 当你带家的状态和状态不代表无法破斗 亚人的状态能够不代表 但是我们的指向和状态和思考 我们看起来一座业人的家门 他们事件人是有所罪的 我们是不邀行的 我们是狂行的家门本人的家门 需控制其他人的迷试 2020年1月6日 伊朗在首都德黑蘭 為蘇萊曼尼 舉行了大規模的追悼儀式 伊朗進入為期三天的國喪 前來悼念的人潮川流不息 數百萬哀悼者湧上德黑蘭街頭 他們身著黑衣 高喊口號 要求對美國進行報復 由於送葬人群過多 甚至出現踩踏事件 造成56人死亡 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 在總統魯哈尼等官員的陪同下 與民眾一起為蘇萊曼尼祈禱 他神情肃穆 數度潸然淚下 1月5日 伊朗政府發表聲明 稱將不再遵守2015年 伊核協議的任何限制 12月初 也就是在伊朗核科學家 穆赫森·法赫里扎德 遇襲三天以後 伊朗國會投票通過法案 要求除非美國2月初或之前 取消特朗普政府實施的制裁 否則停止讓聯合國監察其核設施 並加快油濃縮計劃進程 把油濃縮濃度 從2015年核協議所訂立的3.67% 大幅提升至20% 事實上 自2019年夏天開始 美伊之間的緊張局勢就壓縮了 過霍爾木茲海峽的郵輪遇襲 美伊相互擊落無人機 美國考慮籌建反伊聯盟 特朗普甚至一度考慮 搗彈襲擊伊朗 劍拔弩張的海灣局勢 伊朗最高軍事將領 將對此如何作平 您可以告訴我們 現在的局勢是如何在波斯瓦的局勢 因為我們有看到很多 讓人很緊張的新聞 您會說現在已經進入了 一陣戰爭的一陣戰爭 但是對此伊朗有特殊的戰備嗎 好,我開始了解說 我們與任何人 關於戰爭在這陣子 並沒有任何地方 我们没有在300年以后,在一个世界上有一个社会的社会 或者是一个社会的社会和战略 我们没有在300年以后,在一个社会上的社会 或是一个社会和战略的社会 如果我们在一个社会上的社会 我们在战略和战略 因此,我们应该是在我们的经历之中, 在我们的地区,我们跟我们的安全安全, 因为我们的一切在我们的地区和汽车压、 我们的地区和汽车, 我们的地区和汽车压, 我们的地区和汽车压和汽车压。 所以我们必须在其他部分的利益和平衡在这种程度上 同样的原因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在保护的保护的法律和保护的法律和保护的法律 我们没有任何关系的关系和战场 或战场在保护的法律和保护的法律和保护的法律和保护的法律 コ rapportை故 Sherman和保护的айн sew着保护中央和保护的法律 放入法律和保护的法律和保护的法律和保护的法律 發� alte选曲制�出马�heticianUnck center 和保护的法律和保护的法律,奥安全和素 在防护国和国家保护的法律 الخ 你既 Ric murdered CC 在留意 interacts with his 因为我们的地图在战争的战争 是不确定的 但实际上是不确定 我认为更短时间 我们的战争是不存在战争的战争 这个原因是特别的 他们认为战争的战争 他们的战争的战争 和战争的战争 这战争的战争的战争 是非常多的 所以说您有信心 没有任何国家 敢对伊朗发动战争 那我们经常说 要做最好的希望 和最坏的打算 您此时 有在做最坏的打算吗 从未来说 从未来说 这意味着 这意味着 谁不认为战争 或战争的战争 谁不认为战争 谁不认为战争 和战争 和战争 这些人 都没有战争 但 不认为战争 一位战争 从未来 和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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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未来 战争 在时 西红 从未来说 战争 当地人 被战争 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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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不認識戰爭 同樣是敵人 對伊朗來說 2019年是依舊艱難的一年 4月以來 特朗普政府對伊朗的制裁 發展到全面封殺的階段 一方面將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 列入恐怖主義組織 另一方面 宣佈 終結此前臨時豁免的 伊朗石油出口禁令 不再對自2018年11月以來 繼續從伊朗進口石油的國家 提供許可 許多層計劃在伊朗投資的外國公司 已推遲或取消了投資計劃 而進入2020年 特朗普在1月8日的白宮講話中 更再次強調 會進一步加大對伊朗的制裁 極限施壓下的伊朗 將會呈現出怎樣的面貌呢 伊朗方面有沒有感覺到 美國真的是加大加重了 對伊朗的機油制裁呢 二、四、一就是 以 när制度保证able的事情 我们是一旦规定的事件 发生了什么东西 所在ivaicole 在境界还有状况 人有的无益 和一些这种包含药的片段 都没有必然 和这些包含药受到保证able的包含药 和激化的包含药 不吸引到参与的影响 提侵的预防供服 我们的包含药 是新的包含药的 发生了一次的包含药 我是新的包含药 这一切是一个在实际上的行为 和励动作品 一切的荷物 可能在其中一切的状况 是在美国的状况 或是在其他人的状况 或是在其他人的状况 和一些的状况 的状况 美国的状况 是在美国的状况 伊朗一年内 至少两位国家关键人物遇袭身亡 引起了国际哗然和争议 其中苏莱曼尼将军遇袭地 在邻国伊拉克 1月5日 伊拉克国会投票通过议案 要求政府终结美国等外国 在伊拉克主军 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威胁称 有可能对伊拉克实施制裁 伊拉克时任总理阿布图勒·麦赫迪 曾在2019年9月访问中国 并做客风云对话 就地区形势和伊拉克在中东乱局中 所扮演的角色做出解答 对于伊拉克时任总统特朗普公开威胁称和伊拉克 对于伊拉克时任总统特朗普公开威胁称和 对于伊拉克时任总统特朗普公开威胁称和 在伊拉克时任总统特朗普公开威胁称和伊拉克的 而使用它們的土地上 在任何國際上 而我們必須保護 這個文章的文章 文章的文章 文章的文章 在現實上 今天為了解雙手機 我發生了一份 從美國的委員會 蓬佩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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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有完全的訊息 沒有任何東西離開 美國也說他們認識 誰其實攻撃的水域 那是伊ran 你認同嗎 我們不相信實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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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的派遇 他們有的封鎖 然後後來 他們說這些封鎖 沒有實際上 解決戰鬥 是很容易的 但以防疫情是很困難的 因此,我们必须要确定 和移民的事件在它们 和迫迫到一些新闻的措施 或是公司的公司 和公司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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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التي لا تستند على أدلة حقيقية هذه قد تأخذنا إلى داهية قد تأخذنا إلى منزلقات خطيرة سيصعب الخروج منها سابقا فبالتالي يجب الإطمئنان وأعتقد الدول عموما يجب أن تكون دول مسؤولة وتتخذ المواقف حسب معايير معروفة دوليا ووفق ميثاق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ومن المتحدث بين الدول ومن المتحدث بين الدول ومن المتحدث بين الدول 上世紀80年代 持續八年之久的兩伊战争 影響了整个海湾地區 当时伊拉克與伊朗的敵对关系 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直至2003年萨达姆政权倒台 不仅造成伊拉克国内经济的全面崩溃 也导致逊尼派在伊拉克政治中的全面衰落 什叶派开始登上政治舞台 这为此后伊拉克与什叶派大国伊朗 由敌到有的关系变化提供了政治基础 美国在伊拉克战争后 主导建立了伊拉克的政治体系 并帮助伊拉克稳定安全行事 而伊拉克由于在两伊战争期间 得到大部分海湾国家 在政治和经济上的支持 也一直同这些国家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那也是为什么伊拉克自认为 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地区调停者 平衡者 所以一件问题 若伊拉克真的要是一个领导 你肯定在其他国家 会保持着确定 伊拉克会保持着平衡和平衡吗 我们没有说那个乔连米不是很兴奋的乔连书 但乔连米会都是充装的 room 在利益和方式里面的政策 和政府主义来自乎的政策 除非在意亡像素的地方 在意亡的地方 在意亡的地方 会附近到射入的地方 在意亡的地方 会附近到射入的地方 而在意亡的地方 因此,在意亡院行施行 投入的角色 中間的融合 在不同的地方 我们认为全都是 亲近的地方 和亲近的地方 就是防 forgis娃娃在する域 地域Bea 在意見 你宏陀佛了 西法令 西法令 凰攻esp講 西法令 但你取了 令黑名外國的 如果有 queria 是 Mant客 Oooh 就取了 但是 Tang小鹿 德性 亭 在香港的垃圾和大陆地理 和合理性的垃圾和大陆地理 在铆平中要是一家 反应的建立 和不是准备的渠灭 一家在准备的减複 而不是一家在修改 和充分 这就是铆平中的派亚 所以说不过就是 而它叫做法庭的民眾 因為它們是在城市上的地方 而它們希望拜登的地方 要制止法庭的民眾 在這個地方 更加困難 您如何調整整兩種意見 伊拉斯將與非正確的一種意見 而且在同時不留在平靜的地方 當您說 伊拉斯不是在平靜的地方 那您從哪方面向它們提供 那 الحيادية تعني عدم المبالات بهذه الشؤون لكننا معنيون بهذه الشؤون بين جيراننا وأصدقائنا لذلك أنا أفضل استخدام أن يكون لنا وزن في دفع العملية نحو السلام وليس نحو حياد مجرد كما مثلا في سويسرا نحن بلد معني بشؤون المنطقة لدينا قضايا تلتقي أحيانا مع هذا الطرف تلتقي أحيانا مع الطرف الآخر لذلك نريد استخدام الوزن العراقي لجلب السلام وليس الحرب إلى المنطقة فنحن لسنا سلبيين بمعنى الحياد السلبي وإنما بمعنى الحضور الإيجابي الذي يرغب الدول في الذهاب إلى عملية السلام والحوار والتفاوض وليس إلى عملية الصدام والنزاع والحرب أكثر من العراق المنطقة يجب أن يرغب المنطقة إلى المنطقة إلى المنطقة إلى المنطقة لذلك هل تتكلم عن المنطقة إلى المنطقة إلى المنطقة؟ نعم نحن مهتمون جدا وليس لأنه فقط النفط يمر عبر مضيق هرمز وهذا يشكل كميات كبيرة من النفط العراقي بل النفط العالمي لكننا مهتمون لأننا لا نريد المزيد من النزاعات والحروب في المنطقة لذلك نستطيع القول أن العراق يلعب اليوم دور أساسي في امتصاص هذه الأزمات نحن اليوم أصدقاء للجميع في العراق نحن أصدقاء المملكة العربية السعودية وأصدقاء الكويت والإمارات وإيران وتركيا كما أننا أصدقاء لأوروبا وأصدقاء لأمريكا وأصدقاء أيضا للصين وبلدان آسيا والبلدان المشرقية وروسيا العراق بلد يتميز حقيقة كأنما هو البلد الوحيد في العالم الذي لديه صداقات قد تكون الصين أيضا لديها صداقات وليس لديها عداوات العراق يتميز بعلاقات جيدة جدا مع جميع الدول وهو يحاول أن يلعب لامتصاص الأزمات لذلك لا يريد أن ينحاز إلى طرف ضد طرف آخر لأن العراق ساحة إذا التهبت وثار فيها النزاع ستلتهب المنطقة ككل ليس فقط مضيق هرمز ستلتهب المنطقة ككل ليس فقط مضيق هرمز ستلتهب المنطقة ككل ليس فقط مضيق هرمز